今天上午的11点45分左右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炼钢厂发生了铁水外溢事故 并且引发大火 目前已经导致6名工人死亡 1人受伤 记者赶到事故现场时明火已经被扑灭 工人介绍 上午11点40左右 他们在附近的工地干活时 忽然听到一声巨响 下午3点钟 南京市委宣传部通过官方微博表示 南岗炼钢厂五号炉淘汰 在停炉准备过程中发生了铁水外溢事故 据初步排查 当班操作工和维修工共13人 其中1人受伤 6人死亡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江苏台报道